共军的导弹打靶测试 结果震惊了所有人 歼20隐形战斗机 在一个瞬间前200米 差点被自家的导弹炸毁 如果飞机开快了0.5秒 今天我们就看到 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新闻头条 这种惊险的一幕 难道是歼20的真实写照吗 这就是中国的歼20 被西方称作巨龙 中国视其为军事航空的瑰宝 尽管它未真正经历过战火 但这样的飞行事故 已经引起了外界 对其技术成熟度的质疑 这次的好运 是涡扇10这款非主流发动机所赐 它拯救了歼20的命运 但问题是 它将来还会这么幸运吗 2023年6月29日 一段金黄色的歼20 在成都测试场的视频 在网络上走红 但真正引起骚动的 不是这架飞机 而是其橘红色的发动机尾艳 和低沉的引擎声 这两个细节 似乎暗示了它已换装了新型发动机 传言指 这架歼20可能已安装了 涡扇E5这种新型发动机 网络上的讨论和猜测如何如图 有人称其推力竟然达到了18.5吨 超越了美国的F22的F119发动机 但真相如何 国内知名航天博主 对这些数字表示怀疑 历史已证明 真实的技术实力 靠的并不是数字游戏 作为中国首款5代隐形战斗机 其一经亮相 就面临各种质疑和挑战 此前的飞行事故 再加上此次的发动机推力争议 让外界对歼20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真的如骑名巨龙那样强大吗 还是如视频标题所示 歼20战斗机就是一个笑话 歼20在设计初期 为了追求极致的隐身性能和避免被指责模仿美国 其设计融合了多种机型的特点 如米格144 振风的机翼和F22的尾翼 尽管这种设计增强了其隐形性能 但空气动力学上出现了一系列稳定性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歼20不得不引入俄罗斯的压抑设计 但这无疑牺牲了一定的隐身性能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在复杂气动计算 和隐身设计的技术储备上 人显不足 这导致歼20难以在隐身和稳定性之间 找到完美的平衡 前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认为 歼20的隐身技术相当于F117 更像是第一代隐身水平 同时 对中国航空技术进展 由深入了解的专家 安德烈亚斯·卢普·雷希特指出 歼20要想真正举F22和F35匹敌 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一个实战演练中 尽管歼20试图展现其隐身能力在战场上空穿越 却被地面的99式双35毫米牵引高射炮成功锁定 这明显对其所宣称的隐身性能提出了质疑 再来看涡扇E5发动机 其喷嘴并没有采用凹入设计 这意味着其在热冷却技术上还存在问题 这样的设计使得歼20容易成为红外导弹的目标 大大降低了其在空中的生存概率 花费如此巨大的资源和时间 结果却是容易被导弹锁定和击落 这无疑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涡扇E5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仅为1500小时 而相比之下 美国的F22和F35上的发动机寿命均达到了12000小时 尽管涡扇E5在这方面有所改进 达到了4000小时 但与美国的先进技术相比 仍存在显著差距 频繁的故障和零件损耗 意味着飞机在实际作战中 可能需要频繁返回基地维护 至于歼20的雷达 尽管其性能不俗 但由于F22和F35出色的隐身性能 歼20在其导弹射程范围内如100公里或150公里内 很难有效探测到这两种美国战机 这不是歼20雷达的问题 而是美国战机隐身技术的杰出表现 最近流传的传闻中提到 涡扇E5的加力推力达到了惊人的18.5吨 这甚至超出了美国F22的F119发动机的18吨推力 然而 国内的知名航天博主对这些数字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些网络数据可能存在夸张 如果涡扇E5真的具有如此高的推力 那么其核心部件 如压气机和燃烧式的尺寸 可能超出目前的尺寸 值得注意的是 18.5吨的推力数据可能来自三种不同的测试环境 地面台架测试 地面装机测试和高空飞行中的测试 根据中共过去的习惯 常常报告最优的数值 很可能这18.5吨的数据就是在高空飞行中得出的 相较之下 美国由于其法规要求 一般都会公布更为保守的数据 以防制造商因为数据不实而面临诉讼 因此 F119发动机的18吨推力 很有可能是地面测试的结果 据通常的理解 高空测试的最大推力 通常比地面台架上的数据高出20%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计算 涡扇15在高空的推力为18.5吨 那么F119发动机在相同条件下 可能达到21.6吨 所以 简单地说 F115的18.5吨推力超过了F119的18吨 并不全面 真正的答案需要在实际的空战中 通过F22与歼20的对决来得知 那涡扇15这款发动机在全球竞技场上 站在什么位置呢? 简单地说 它的推重比是10 达到了第四代的标准 然而美国不仅已经跨入推重比为12的定代发动机 还正在积极研发 推动比15的第六代发动机 涡扇15发动机对于中共无疑是梦寐以求的技术 尽管现在有了样机 但其批量生产依然面临挑战 主要问题在于其所需的多种材料和供应链 大部分依赖于外国 而国外对这些核心技术材料实施了出口限制 以台湾为例 尽管能生产某些发动机部件 但对于发动机尾部这样需要承受极高温度和压力的区域 其关键材料和技术依然需要依赖美国 同时 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苏-27或苏-35等战机 在发动机部分也显示了技术保护措施 明显的是对后半部分进行了封闭处理 以防技术被拆解研究 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尤其是尾部 需要承受高达3000摄氏度的温度和10倍大气压 制造这种材料需要保持单晶状态 一旦出现多晶态 其韧性会大大降低 导致脆断 在制造过程中 例如切割叶片 部分地方的厚度与胳膊肘相当 而有的地方则与指甲盖类似 此种精细的加工需要使用高精度的六轴竖控机床 同时保证材料在加工过程中不会碎裂 这不仅是技术的挑战 更是工艺的积累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的专案负责人张雄也强调 虽然发动机技术已取得一些突破 但高端合金的制造和完整的供应链构建仍是巨大的难题 许多特定的原料和技术目前仍需依赖外国 因此 要想看到涡扇E5发动机真正大规模应用 中共还需付出数年的努力 技术参数与性能数据只是冰山一角 决定实际战斗中胜负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如武器集成 传感器射程 电子战能力 瞄准系统 战术训练 实战经验等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 美国的F22和F35在多个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 在某个秘密基地 一名F35飞行员正在进行模拟作战演练 它的目标 模拟的歼20 两栖在电子屏幕上针锋相对 高速穿梭 在F35的驾驶舱里 飞行员的头盔显示清晰的信息流 来自机身各处的传感器 这让它仿佛具有了第六感 知道自己 甚至其他友军在战场上的每一个动作 对于它来说 面对任何对手 都仿佛手到擒来 突然 歼20发起进攻 它释放了四枚导弹 但F35飞行员并不慌张 因为它的武器草里装载了更多的导弹 足以进对任何威胁 而且 它知道自己的机身上装备了一套先进的防御系统 能在瞬间发现被锁定的导弹并立即作出反应 在这模拟的交战中 M35飞行员还接受了MQ-25黄雕鱼的加油支援 确保了自己在长时间的空战中 不会因油料短缺而陷入被动 模拟演练之后 美军飞行员感叹说 与歼20对抗 它的F35有着明显的优势 不仅仅是导弹数量 燃油等硬性参数 更重要的是 它的每一个动作都得到了技术的支持和完美的集成 这种集成不仅仅限于机体 还有那些在太平洋某些岛屿上不断起降的无人机 它们就是F35的终成疗机 随时为主机提供信息和火力支援 对这名美国飞行员来讲 每次飞行都如同走在前沿的刀尖上 但他知道 有着这些技术的加持 它在空中是无敌的 美国的先进技术长期以来都是中共国的追求目标 这无疑在一些产品中得到了映照 以歼20为例 虽然其在公众眼中闪耀着尖端技术的光环 但当探究其背后的技术起源时 我们会发现一些不那么显眼的事实 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并没有避其谈 他坦言地承认 在歼20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 确实受到了美国高端技术的深刻启发 1999年 科索沃战争中的一个意外事件 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技术机会 北约的F117在战斗中被击落 其珍贵的残骸逐渐吸引了各方的目光 中国利用与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关系 成功获得了部分残骸 深入研究其中的隐形涂料技术 融合到了歼20的设计中 中国对于从残骸中寻找技术这一策略 可谓驾轻救赎 越南战争中 只要美军的飞机在战场上遭遇不幸 中国就不会错过这一搜集残骸的机会 期望从中解析出技术秘密 不仅在越南战争 几乎在美国涉及的每一场冲突中 中国都会采取各种方法获得飞机的残骸碎片 根据杨伟的说法 从50年代至今 中国已经积累了超过4万片飞机残骸 并成功逆向分析出约300项关键技术 但中国面临的技术难题远不止于此 在上世纪80年代 由于受到技术封锁 中国在飞机发动机领域遭遇瓶颈 不过邓小平当时与英国进行交涉 成功购入了BAE公司的16台发动机 虽然这些发动机并未用于实际飞行 但却为中国后续的研发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指导 除了这些相对公开的技术获取途径 中国还采用了更为隐秘的手段 中国的数字军事部队 尤其是61398部队 多次被指控对美国军工巨头进行网络攻击 试图窃取其重要技术资料 这其中就包括了F-22和F-35等飞机的详细设计 一个更为具体的例子便是2014年 中国公民苏斌在加拿大被捕的事件 他被指控入侵了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的系统 窃取了大量机密设计文件 由于中国在飞机设计方面总是参考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 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了对歼20在实际战场应用和策略的定位上缺乏前瞻性和深入的思考 歼20在最初的设计蓝图中被视为一种多功能战斗机 一个全面而平衡的战斗平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关其可能的转变为专门的空优战斗机的讨论也浮现出来 这种定位的模糊性在实际的装备配置中得到体现 作为多功能战斗机 它的武器挂载量似乎不尽人意 而如果将其看作是纯粹的空优战斗机 其隐形技术和性能又似乎不尽如人意 此外 歼20要想完全搭载涡扇一五发动机 预计还需三到五年的时间 考虑到这一时间框架 美国的B-21轰炸机和下一代战斗机NGID 可能已经完成研发并进入实际部署阶段 鉴于此 中国空军必须对歼20的战术和战略定位进行深入反思 并制定策略 以确保充分发挥其设计上的优势 而不仅仅是为了与美军的五代机进行技术和战术的竞争